客人改了地址就是那个消费者变更地址 那我们就是这个有三条线 按下去 然后再帮助 帮助按下去 行程相关的 行程相关协助 然后行程外送问题 那我们找一个就是 消费者变更的外送地址 消费者变更外送地址 然后就是说 在配送的时候就是他 有时候是客人 他会打电话给你说 他的地址要送哪里 或是说他会用讯息跟你说 他改地址 或者是说他显现地址跟其他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能 在讯息中连到客人的话 我们就能够请他在 点餐方面的取得协助 内的更改地址去变更 那这样就比较方便 就是比较 他若能变更的话比较方便 就是说他 收费单的话我们的金额会变更 那现金单的话 他的金额会变更 可是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不会使用 就是说 很近的话我们就会把他送 都是很远的话 很远的话我们也送了 因为我们就没单着送的话 就是之后才回报 这个方式是之后回报 你必须有取餐地点 取餐日期 取餐时间 然后谁完之后要 回报 这是就是 已经送完之后要回报 我们就 再来地址 这个再选你的东西 可是 如果是 我们觉得 就是他地址在太远了 我们不想送 就是说我们不要送的话 我们必须就说 这是变更地 他这边有写说 你地址变更只限 你配送的换页 如果你不决定 不配送的时候 你在APP取消订单 你取消不会 这是错误的 你不能擅自取消 我们取了餐之后 就不能取消 你这样取消的话 取消的话就会 收到警告信 甚至会停歇12个小时 所以不这样是错误的 你真的不想送的话 我们就要去跟客户联络 回报客户 那我们就回到前面 一样三条线 就联络客户 三条线点上去 来 一样帮助 帮助需要按下去 来 行程相关协助 外送行程问题 然后 来这边 我有线上订单 就是我没有联络客户 我线上订单需要帮助 来 这个我现在需要协助 但你等一下自己看 到最后这边 这边有联络客户 这边按下去 那因为 我现在是没有单 就是说你这单已经接了 还没完成配送 这边按下去 就可以跟客户联络 你客户联络 必须输入 五个字的单号码 你就跟他联络说 那个地址太远 我没有配送 他客户可能会这样算 你就说太远了 我没有配送 请客户帮我取消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联络客户 依照说说 我已经到达地点 打了两通电话 客人不出现 那 那就是客户要 一定要用到客户 客户 客户自用取消 你又自己取消的话 就会收到警告信 所以 按这边去 出入五个 订单号码 说我们太远了 没有办法配送 请客户帮忙取消 一定要 颅到他帮取消 这样才可以 那餐点可能就是变成 我们的那个生活 就会自己 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 所以这样的出入方法 是比较正确的方法 我当时就会有一点 我先来说 我的地方 我认为